小櫻絕對不是空心菜 小櫻不會生氣 小櫻生氣了 生氣了人啊 蛋營養耶 小豬 小豬 白天 泥土 失敗的美孤輪 演的是宋楚瑜 他蔡英文 蔡英文 那這邊是張帝 張帝 朱立倫 蔡英文我們看成是黃天仁老師 對 攝影師 民攝影師 不是 民攝影師 黃天仁 邱藝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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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微笑 那個發胖的室內圖 也不是 我是蔡英文 寬姐 穿黑衣服的蛋黃穿這個 先演啦 我先是蔡英文 張帝大哥是不是也要先來一曲 對 嘿 今天我真的是很開心 但是我真的不是張帝 我想你們真的有一點懷疑 我今天是國民黨黨出現 說出於先生你唱一歌 不要都是他在唱歌 如果你沒有開口長雅 你的鏡頭通通被他拿過去 好 謝謝他們 他們來 他們來穿一曲 我跟你講 因為你今天船長實在太像卡古爹了 帶我們回到小時候 來 上課了 嗯 小英好期待喔 馬上就要選班長了 去年我沒有選上 今年我一定要選上 哎呀你才選一次啊 我都三次啊 都沒有到啦 這一次啊 總快輪到我當班長了吧 你為什麼要抹泥巴啊 這些泥巴 都是新生的起點 都是養分 都是榮耀 各位 抱歉 來晚 希望 還來得及 哎呀 張帝大哥啊 張帝大哥啊 今天我真的是很開心 今天我真的是很開心 剛剛唱過了那也沒有關係 其實我今天來這裡啊 是要參加班長的選舉 其實我是要來參加班長的選舉 你是誰啊 小豬朱立倫是不是 我是朱立倫小豬 哎可是小豬 你不是才剛當風紀鼓掌嗎 為什麼你可以選班長呢 而且不是小豬要來選嗎 怎麼會換你呢小豬 其實 小豬朱立倫 或是小豬 紅袖柱 誰選都一樣 因為 小豬 小豬 他 去去去 幫你 把泥土 失敗的美孤輪 嘿 所以是小豬來選 哎 最後選 但是我告訴你們 當班長沒有這麼簡單 選班長沒這麼容易 告訴你們 這裡呢 有一個 誠實講台 只要呢 我們在這個講台上面 說任何一句謊話 就會遭受到 嚴厲的懲罰 這樣懂了嗎 兩位帥哥 說話 懂了 我也說話說話 好 懂了齁 那就由我先開始 第一 小櫻 絕對不是 空心菜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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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私立打 第二 最近 有隔壁班的同學 來我的臉書留言 小櫻 非常歡迎 大家來 給我批評 與指教 再打就 小櫻沒有生氣 小櫻不會生氣 小櫻生氣了 生氣了 小櫻 蛋營養 小櫻講完了 小櫻換你 換我 換小櫻講了 如果 小櫻朱立倫 當選班長的話 一定會 做好 做滿 不跳票 哇小櫻好帥喔 謝謝 小櫻能不能不要插嘴 小櫻對不起 沒關係 小櫻是不會介意的 很多人懷疑 小櫻跟小柱 是不是不合 其實 我們兩個 不會吵架 我們很要好 他很支持我 對就是我叫他退審 怎樣 但是不是重點 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們 大雨過後 必有彩虹 大選過後 必有繁榮 大哥以後 絕對會紅 大哥八個比你紅 大哥八個比你紅 過敏奇妙 大哥怎麼會紅 三個比你紅 而且 中華隊輸了啦 中華隊輸了 剛剛我有什麼事啊 我只是生氣了 回去做好 中華有蠻 中華有蠻 多為奇妙 我要繼續講 好痛 按 我講完吧 换你說 好 高棒 擊倒一下 好 就换楚瑜来说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楚瑜 请各位同学们 回想一下 当楚瑜在当小老师的时候 全校走透透 信听所有同学的心声 满足同学们的需求 在同学们 还找不到 可以信任的班长之前 楚瑜找不到 不出来参选的理由 所以 请各位同学 给楚瑜一次 服务大家的机会吧 最后 楚瑜在这里跟大家说 楚瑜爱台湾 楚瑜很爱台湾 楚瑜爱台湾 楚瑜爱台湾 谢谢大家 我们1月16号见 你头会痛吗 我痛 会不会脑震荡 你有像是脑车了 我没有看 好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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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我们一起来看看 评审会给他们多少分数 刚刚上一组是23分 对 一起来看看这一组能获得几分 请给分 10分9分 10分9分 后面是全票 总共29分 相当高分 很高的一个分数 我觉得他这个最厉害 我是没有想到 他用叠近的方式 最后最强的竟然在卡古身上 慢慢叠上去 对 然后最精彩 我真的叫出来是 老虎 老鼠 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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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脸 泥土 失败的泥土 嘿 这个太借题了嘛 对不对 好 29分 咱一起恭喜他们 对